传播农业科技与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彩色花椰菜原产于欧洲 它与普通的花椰菜相比 除了鲜艳的花色 营养更加丰富 食用价值更胜一筹 您看有这么多优势 这彩色花椰菜的种植前景 和生产效益肯定很不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北方地区 陆地种植橙色花椰菜为例 来为您介绍一下 春茶彩色花椰菜的栽培技术 北方地区春茶彩色花椰菜 比较适合的栽培品种有 金玉60 金玉70 金玉80 它们都有耐热 抗病性强 适应性广 花球端正 橙黄色 商品性佳的特点 选种的主要原则是 应该选择新种 种子要饱满 颜色新鲜 发芽率应该在95%以上 彩色花椰菜的种皮比较薄 吸水比较快 通常来讲 甘子播种就可以了 春茶彩色花椰菜通常是在温室进行育苗 播种日期 一般安排在1月中下旬 此时 北方的气候还是比较寒冷的 彩色花椰菜种子发芽的最低温度为2-3摄氏度 当温度在15-18摄氏度时发芽较快 而温度达到25-30摄氏度时发芽最快 如果想要种子尽快发芽 就需要在苗床上铺设电热线 它就像冬天里家里铺的电路子 可以有效地提高苗床的温度 按照土壤四份 有机肥三份的比例制作阴阳图 把苗盘内填入营养土 摆入苗床内 播种时应在每学播两粒种子为一 播种后应该在苗盘上附上一层质石 大约一厘米左右为一 彩色花椰菜蓄水量较大 应对苗盘进行浇水 水量应该大一点比较好 要浇湿浇透 以有利于种子出苗 浇水以后为了保伤增温 提高种子的出苗速度和发芽率 我们可以在苗床上面织小拱棚 这样可以改善苗床的小气候 这也是提高彩色花椰菜出苗率 简单有效的措施 搭上小拱棚后 我们应该利用苗床的电热线进行加温 这一时期的苗床温度 白天最好控制在27摄氏度至30摄氏度 夜间18摄氏度至20摄氏度 彩色花椰菜播种后8天左右就可以出苗了 彩色花椰菜出苗以后 涂涨是容易出现的问题 归结其原因 棚内温度过高是涂涨的主要原因 我们应该适当降低温度 苗床温度白天应该降到25摄氏度左右 夜晚温度降到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 中午温度较高时 应该先开小拱棚的薄膜进行通风降温 应该注意 下午转粮时应该及时附膜保温 以免小苗冻伤 当小苗长出两叶一新时 我们可以将小拱棚撤掉 此时苗床温度白天应该控制在17摄氏度至20摄氏度 夜间8摄氏度至12摄氏度 中午温度较高时应该先开温室薄膜进行通风降温 只要管理得当 一般情况下 彩色花椰菜不会发生大面积的病害 但是在幼苗前期极容易发生猝导病 我们应以预防为主 可以将80%的戴森猛心可湿性粉剂 稀释成600被叶后进行喷湿 来预防促导病的发生 彩色花椰菜又苗期 水分管理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根据土壤商情和苗情来决定是否浇水 应该注意每次的浇水量不宜过多 应小水勤浇 土壤相对含水量应该保持在70%至80%比较适宜 育苗阶段一般不追肥 但是如果幼苗生长鲜弱 应该追食液面肥 可以按照每亩用磷酸二氢钾200克至300克 兑水1000倍后进行喷湿 喷湿应在晴天的下午或阴天进行 丁之前十天应该浇一次小水 丁之前要对幼苗进行低温锻炼 以增强幼苗的抗寒性 丁之前七天打开温室的通风口 使之接近陆地气候条件 增强幼苗的预寒能力 保苗壮苗是彩色花椰菜育苗期间的管理要点 到了三月上旬 幼苗长出六到七片叶 猪高达到八到十厘米 就可以转移到陆地定值了 在定值前 我们先要进行施肥整地 施肥时 我们应该按照每亩是优质有机肥三千千克至四千千克的标准进行施肥 施完鸡肥以后 深翻土壤 翻土的深度在15厘米至20厘米比较合适 不宜过浅 北方地区种植春茶彩色花椰菜 最好利用小高旗定值材色花椰菜 应该做成南北走向的小高旗 旗面宽度为50厘米 旗的高度为15厘米 旗间距为50厘米 有条件的地区应使用低灌设备进行灌溉 低灌也有利于灌水量的控制 为了更好的增温保商 应在定值前铺设地膜 应使用白色地膜为好 准备工作做好后 就可以进行定值了 我们应该选择晴天的早晨和傍晚进行定值 这样能避免阳光曝晒 防止蒸发量较大 而使幼苗尾粘 并且可以加快缓苗 定值彩色花椰菜幼苗时 用铲刀在栽苗处插入土中开学 学的深度最好在6厘米至7厘米比较合适 把彩色花椰菜幼苗放入学内 再添土压实 定值彩色花椰菜的株距 应该在60厘米至65厘米 杭距应该在40厘米比较合适 每亩栽植2200株至2300株比较合适 定值完成后 应该进行浇水 要浇足浇透 以利于植株缓苗 彩色花椰菜在田间管理上 还是需要一些诀窍的 下面我们介绍几点种植户 需要注意的地方 彩色花椰菜是需要水分较多的植物 在生长期不宜缺水 如果缺水会导致植株矮小 不能形成强大的营养面积 农户可以根据具体的商情 每隔10天至12天浇水一次 当彩色花椰菜进入结球期时 植株生长旺盛 此时对水分的需求也达到了高峰 此时水分不足 会影响花球发育造成减产 一般每隔5到6天浇一次水 彩色花椰菜在结球期 蓄肥量较大 应在彩色花椰菜结球后 尽早追适一次叶面飞 可以按照每亩用磷酸二氢钾 200至300克 对水1000倍后进行喷湿 喷湿应在晴天的下午或阴天进行 喷湿应均匀 彩色花椰菜的主要病害为白秀病等 白秀病发病初期 叶被免会长出白酸 发病初期 每亩用50%多菌磷可食性粉剂75克 稀释成1000倍叶后进行喷湿防治 虫害主要是菜青虫 牙虫等 当牙虫百珠牙量在500头以上时开始防治 菜青虫的防治指标为每百珠虫量55头开始防治 可用4.5%高效滤清举止乳油进行防治 按照每亩用药35毫升至45毫升 稀释成1000至1500倍叶后进行喷湿 彩色花椰菜在日常管理上 与常见的普通白色花椰菜最大不同之处就是 在节球期不用进行钙叶处理 因为彩色花椰菜花球表面色素的形成是需要光照的 不然老而无功不说 少了阳光 这彩色花椰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长得这么鲜艳 这么好看 这么惹人喜爱 进行彩色花椰菜生产 适时采收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关键 6月初当彩色花椰菜花球直径长到13厘米以上 单球重量达到800克至1000克时 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采收了 彩色花椰菜亩产一般能达到2000千克左右 这美丽的彩色花椰菜走上餐桌 肯定会成为席间一道靓丽的风景 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也是被称为席上加珍的一道美味 花菇 除了头顶花纹 这花菇和香菇还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俊 我 要 吃